大家听说过热水器爆炸吗 热水器怎么会爆炸呢 其实爆炸并不是因为 它里边有可燃气体或者什么的 是因为压力太高 导致内打被冲爆了 这样热水就被撒出来之后 可以把人烫伤 所以是还危险的事情 今天过来换了一个热水器的水管 这个地方漏水了 习惯性的试一下这个卸压阀 发现这个卸压阀一点都不及水了 我们来看一下 就是这个东西 当你打开这一个阀的时候 如果不卸压 没有水出来 就说明它已经坏了 里边堵了 需要公换 如果它堵了 那么热水器在加热的时候 我们知道会膨胀 里边的水压会很高 如果说它坏了 而你的弯度调的比较高 或者说弯控气也不太好 然后里边的压力过高 就会导致内打碎 严重的话会爆炸 爆炸了之后会烫伤人 所以说大家要及时的试一下 搬一下它 看看这地方出不出水 如果出水就是正常的 还有就是热水器调的温度 好多人都是调到最高 能调多少调多少 这样也是不对的 我们热水器调的时候 正常的时候 一般调到60度以下 因为60度以上 它才容易产生水垢 低于60度 热水器里边产生的水垢还少 现在这个卸压阀已经换完了 正常的情况就是 掰一下 它会出水 这样是对的 好了 今天就给大家说这么多 拜拜了